你觉得女生跟男生就是这种区别在哪里 就是我们今天去购物的时候 我觉得我越来越偏向就是男性 让你们越来越细致的感觉 就是你们这个碗一买就买一套 这个概念就是很超乎我仰相 我的新任务想法就是每个人可能挑个不一样的 然后万一有他喜欢就不用配套啥的 我会这么想 我是希望整体好看 我不在乎每个人的心态 就是你是那种团体思想 就是全体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我逛着逛着我有一种 我就是想坐着等你们的感觉了 很小的时候我妈带我出去逛街把我弄丢了 然后我在路边就看 看一个男的 他就开着摩托车 那个年代摩托车非常的值钱 就是看着他就是一个好像不会拐卖我的样子 我就让他带我回去 然后他还真把我带回去了 我妈在家的那个桥头跟我爸这两个人 我妈抱着我痛哭 以后继续逛街 我妈 我小姨 我大姨 二姨 都爱逛街 从小开始练步伐 从小我走哪家店 我就坐在哪家店等他们 就是一路逛下去 这里逛街最厉害的应该是我吧 字幕幹еры 打 qued以后 cooper 之后 没有担装 能承转 没有担装 就 fertig 不 不 天